这个品牌让它过去一年销量有很大的成长 但是这份业绩呢 似乎很多人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这个品牌呢 明明它非常年轻也很创新 但是大家却完全不把它 跟你这个新势力放在一起来看待 如果我们把魏小李这两年做得很新 和之前像林克这样的新势力前传品牌所做的 放在一起做一个对照的话 你会发现历史是惊人的相似的 汽车运动过去一直都是欧洲人搞得特别厉害 美国人和日本人又参与中国大部分汽车品牌 在这件事情上是比较袖手旁观的 那个时候对于李克ZERO变成001 您投的是赞成票啊 弃权票还是反对票啊 那时候您参与到了那个 我想象中的那个激烈的讨论 我猜在杭州滨江区 某个私密的办公室里有一场激烈的讨论 赞你一点 这跟你问题无关 这问题太太 绝对是有关的